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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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决定了开澳门火锅 就会有一个小担心 到底当地人 适不适应这个口味 但这种担心我很快 就变成一个放心 因为开完以后 原来口味 品味 这边的人都已经有了 第一个店是05年 9月12号 火锅是不化妆的美女 没需要化妆的美女 是10的 我们吃澳门火锅 只有吃它的原始人 主产品的鸡爪软骨包 原创了一个锅顶 这种肉可以给到客人 有一个口感 也有肉 也有软骨 鸡爪你要挑选一些 比较肥厚 多肉的 这个鸡爪包 我们当初 刚开店的时候 只做两个 每天都几乎亏钱 我最记得有一个员工 老员工 他跟我说 能不能宵夜不吃鸡爪包 因为我们也不会留到明天 再出给客人去吃这样子 那我们只能把它消化掉 每天宵夜都鸡爪包 然后四个 八个 十六个 三十二个 发展到现在每一天 两百多个 刚开始 所有事情都轻易轻微 凌晨三点钟起来 我们就争取一时间 能到这个市场上 然后挑最好的海鲜 最好的食材 给到我们的客户 零下十几度 我都在市场 刚开店的时候 食材方面 对我们来说是最困难的 怎么样去找到最好的鸡爪 找到北京的六款 五款 几乎当时 全北京的甲油厂 我都去过 但当时候只是一个小店 一些大的厂家 他感觉了一个小店 你没必要 要这么好的肉 这么贵你能卖得起吗 有客人要吗 好几次人家送到我们店 然后我们说这个肉 不可要求 甚至他就马上脾气就来了 拿走了 但我们坚持 没有好的肉 我们就不要 当时我们就找个员工 坐地铁转那个公交车 每天就拿几斤都回来 实际上很亏本 但我们赚了一些客人 就好像我对食材那种固执 我从来很小去算那个食物成本 这就是我们澳门租源骨包那个软汤 这个要经过熬十多个小店熬成这样的 我的做法是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地走上去 汽水潮流 在我年初二 因为当时我在澳门 这个疫情 这一次是我们15年以来 冲击最大的一种 我第一时间 我都没有想过 我这样会亏多少钱 我第一个理念就是说 我的员工 任何一个员工都不能 因为这个出来 而出事情 所以我们年初三 就开始停业 那没办法 只能亏了 但你亏再多的钱 都平衡不了一条命 因为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一个生死 直到三月中 从外卖开始 再走到现在浮工了 算是全员吧 百分之八九十吧 浮工完以后 我们做到物财源一个员工 不扣一分钱 北京我很习惯的 因为我是一个从小澳门过来的 地方算得比较少 然后来北京给我一个开阔的感觉 我们老店15年前开的时候 才100平米多一点 现在已经扩展成为一个600平米的一个店 现在我们有两个店 以前我都不喝白酒的 现在我也一点点也喝点白酒 以前我不吃辣的 拿了北京以后我也吃辣了 算羊肉啊 炉煮啊 烤鸭啊 那些我都很喜欢 这十几年北京不断地在进步 难怪非常大 我很提倡那些年轻人 多见 多看 多去地方 北京是我一个很喜欢的一个地方 所以如果我要介绍 我肯定包括北京在内的一个城市 也希望北京跟澳门 多点文化经济的一种交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